看的我先把它 往下我們剛剛已經把 瀏覽器邊看我們現在來看影音製作的部分 影音製作其實當然 您用新版的Window那個MoveMaker也是不錯的選擇 那我想先從下面這裡來 因為現在大家慢慢有很多一些教材 一些素材 寧可會來自於網站上 那當然最常見我們在台灣最常見的就是YouTube 那對岸就是那個 土豆網 對岸就是土豆網 土豆網還有好幾個 那不管怎樣就是說如果您要從YouTube下載影片 您平常都怎麼做 因為畢竟有些地方 譬如說平寬不太夠 或者說網路不通 您 上網不容易 對不對 當然如果您都可以上網的那都沒有問題 那但是有些時候還會遇到一些就算你可以上網 可是那段影片怎麼樣 被你除了 尤其是看那個偶像劇 看那個 眼線片 很多會遇到這種情景 那你總是希望能夠下載下來 表示這個很重要的 你要保存下來 那麼 要下載YouTube影片有非常多的方法 你在網路上找一堆 但是我們只分享大家 比較簡單 比較好用 因為你可以找到很多 所以 各位呢 如果 您在這邊 比如說我現在到這個YouTube YouTube 您用 那個Google的 或者是火狐的 我已經有幫各位多放一個東西在裡面了 那個 我們用這兩個套軟體 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 它 支援很多 所謂的 擴充 功能 安依就比較早一點點 安依就比較早 那我們看一下 你看 比如說您去看 這個 隨便找一個 這個不是大家很常看嗎 我去那個高中上課 那同學上課就給我看這個 他們現在來都不是玩 MSN 都是 上Facebook 他卡 真的我在 高中大學上都是一樣 幾乎大家一來就是上Facebook 很可怕 你就隨便找一個對不對 好 這個是廣告 隨便找一個 那 你進來之後你會發現 不管哪一個 當然前提是你因為我剛剛給你那個 可惜字的版本 只有專家電腦裡面都沒有 但是我告訴你那是哪一個 你會發現有沒有發現我這裡做一個download 就把整合在一起是不是相對比較好一點 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選擇 你要下載哪一個 原則上它只有MP4跟FLV這兩種格式 但是我要問一下大家一件事情 請問 後面的數字代表什麼 我們知道前面是檔案格式嘛 對不對 但是後面的數字代表什麼 影片的品質 解析度 對 我說代表是寬度還是高度 高度喔 高度喔 這是高度 所以360的 480就是720 480 那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看我上傳的影片 都很大 為什麼 因為我是錄全螢幕嘛 所以那就是HD的 比如說1280 1920 對不對 又比較高 那當然 比較高代表檔案就比較大嘛 所以這個 你可以像這樣就直接下載下來 就很簡單 那麼如果說你自己比如說要用IE 或者用這個 電腦面已經裝了 可不可以用 也可以 我先介紹一個 大家通通都有的 不管你是IE 我或者是MAC 不是有一個Suppery嗎 對不對 你找一個關鍵字 好不好 你來找一個 你用Google的搜尋 去找一個關鍵字 找Fasttuve Fasttuve 這個關鍵字 那這個呢 他這個附加元件 支援所有的流氧器 所以你找到的 第一個就是了 第一個就是 你把它點進去 好 你往下看 有沒有看到 幾乎所有流氧器都支援 OPERA 對不對 這是Suppery 那其他我們常用這三種 當然IE要IE8以上 你IT不要來玩 人家不理你 所以你從這邊 Instore就有了 就有 當然你如果是用IE 你要重新啟動 如果你用Firefus 我看一下 Firefus也要 但是Google不用 專門就有 那他就是把你繩合在你的那個 流氧器的介面裡面 所以你只要進到YouTube 其中一個那就 會出現那個下來了 就這樣是最單純的 那麼如果你用的是火狐 我除了 在Google 會用這個以外 我在火狐 我會用另外一個 但是這個就只有 火狐專屬的 它有一個 它有叫Download Help 好 那這兩種就是利用所謂附加元件的方法 那 用這兩種方式 有個好處 因為其實 瀏覽器 就是那個 像YouTube以前也有換過語法 所以如果你是用另外裝軟體的方法的話 有時候會有個缺點就是 可能那個軟體 抓不到了 對對對 你要更新 那如果我們放在這裡面那個 它的 就是 擴充元件有更新的話 它會隨時告訴你 你就知道說我要update 那如果你是在這邊 我商場會用這個 這個叫Download Help 用火狐的話 好那所以 其實你用哪一個都沒有關係 事實上 只要你覺得OK的 都好 找到你覺得比較適合的方法 事實上 在我部落格上 我還有介紹 連軟體都不要裝 你就去某些網站 就好了 某些網站的可以抓 你把手提貨器都放下 也有那一種的 我就看你 你覺得哪一個 就那麼多方法 挑一個你最適合用的就好 那就是 我來抵著太陽 那我從這邊 就可以直接下載 但是我會選擇它 有一個很大好就是 它的格式多很多 有沒有 解析度可以 當然不同影片那個解析度會不同 但是 一般來講它能夠 有比較多的不同的選擇 所以各有優先 哪一個 就看 好看你喜歡用就好了 所以這是兩個 我們在這邊可能大家 第一個會遇到的就是說 我怎麼樣把影片抓下來 好那你抓下來之後可能會有另外一個群形 就是你可能要轉檔 或者甚至 有時候我們 你是NV 你抓下來之後你要把那變成NV3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邊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說你可能有需要這樣子的 時候你可以用這個所謂的格式工廠 那當然這類軟體也很多 但是有線上就直接幫你轉過的 就是影片我直接轉NV3的 連軟體都不用了也有 好 那麼您看一下在各位的這個裡面 有一個影音製作篇 有沒有 影音製作篇點進去 就有看到這個格式工廠 這個不用安裝的 一樣不用安裝 我都找不用安裝給大家 好那你就直接點兩下就有了 打開就好 這樣就OK 所以如果你找到哪一個 你只要把影片丟進來就好了 比如說我現在用簡單抓一個 當然不能找這裡 因為這個太大 找這個廣告好了 廣告比較快 好 我就download 比如說你電腦沒有FLV的 對不對不能播 因為我們media player預設不能播 所以我把它存下來 OK 存好之後呢我就找到他 找到他 現在這個檔案 我就丟到我們的這個裡面來 他就知道 等一下 這個副檔名剛剛不見了 剛剛我是下載FLV OK 把它丟進來這裡 他就問你了 有分幾種方法 一個是你把它轉成其他影片可適 另外一個呢你就直接轉成 NP3 就這樣 就這樣子啊 對啊 那你輸出的呢 一般我輸出我都會選擇跟我的來源同一個資料夾 這樣比較容易找 不然的話他會放到我的文件夾 好確定 你可以一次多個 比如說你拖一多個進來 也可以 這樣就轉完了 所以你看我們這裡就做一個NP3 就這麼簡單 反正免費的嘛 重點是現在因為大家會有越來越多的素材有機會從上面來 所以這個工具市場你要知道說我怎麼去處理一下 會相對比較OK一點 那麼再來呢 還有一個 你看我們現在 因為雲端的概念越來越多了嘛 所以其實除了說您剛剛我們講的用新的MovieMaker 直接做MovieMaker您可以直接從這邊看 直接從這邊所有程序應該都看到 這個叫MovieMaker 這邊 你點進來他界面會有點不一樣 會像這樣子 比較接近我們一般就是標準的 比如說像惠真惠銀 威力導演那種 就是剪接軟體 當然功能還是沒有那麼多 可是至少相對來說 輸出格式然後處理帳 都快很多 好那 假設你都不要用這些 沒關係 用雲端的就好 因為這裡有一個網站 也很好用這個 Animator 這個 好那 來這裡 這個呢你點下去可以直接過去 那我先把它 放到另外一個 好 打扣出來 我放到這邊來 這種雲端很簡單 你只要把你的影片傳上去就好 比如說你看我們就直接Create就好 好你就先挑看看哪一個是你喜歡的 有沒有深謀在上面 現在大家 時間寶貴沒有那個時間去做 所以都是套飯本 所以你就挑你喜歡的 那 那HT2單就是 比較那個 高畫質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這個 你可以先Play看看 看看這個是你要的 好 好 好 事實上我們像輝真輝贏啊 威力導演都有類似 很多那種放手 對不對 你就沒有花 不用花那麼多錢 自導 假設撇開創意的部分 好那自導 就是說可以 比較快幫助你完成一些東西 那 這照片就可以放進來 你瞭解意思了 所以如果假設這您是要的 那 如果你們不付費 沒有關係 這邊 我先翻譯一下 你要登錄的話 你可以用Facebook的帳號也可以 好現在很多不是都這樣嗎 你用Facebook就直接登進去的嘛 所以我用Facebook把它登進去就好 OK 好那 假設你要這一個 點進去 那 這裡呢 你可以用付費的 那我不要 就是30秒免費 30秒免費 30秒內都不用錢 那你想如果超過30秒不會 可以啦 你就變成要 要用付費的方式 那 跟你買軟體有什麼不一樣 現在很多 時候 各位有沒有發現 現在很多地方都用租的 你看我們現在很多 東華電信也好 合運租車 有沒有 他們是不是都用租的 因為用租的比用買的還划算 那現在 雲竄的概念也是一樣 雲竄它最後還是要收費 對不對 也就是說軟體你不要買 我不要你一次花那麼多 那你就是說你用到的時候 比如說一次 他只花一兩百塊我就買這個生活下來 那你買軟體可能要 幾千塊甚至上萬塊啊 對不對 可是你用不了那麼多 所以現在有 就是說一種不同概念 至少30秒應該是免費的 所以這個 也還不錯 那你就可以告訴他 你要哪一個style 就是哪一個版本 然後呢 你的音樂是哪一種 你可以從上面挑也可以自己上傳 那你的照片 影片在哪裡 最後就 增加文字 然後輸出 好所以就變得相對簡單 那 他 可以像這樣 比如說你要挑個音樂 OK 你可以試聽看看 好這個不錯 那你就把它加進來 好就是這一種 然後你再挑一下 你的照片 你可以從你的Facebook抓 也可以從你的其他的 好自己檔案上傳 那假設我要從他上面送我們的 我就從上面抓一些 這一個 Ctrl按著 看你要哪些 好 OK 加進來 最後 你如果要打字 也可以喔 支援中文 但是中文的部分 只能系你 因為畢竟是英文網站 所以你可能 其他那個不行 那我 我先 中文字 好 這是黑的 好 這樣子 那你可以像這個 這個就有點像模擬一個 就這樣調整 就很方便 最後 就產生你的影片 然後呢 他會運算一下 那你可以自己決定 他開始在運作了 好那你可以自己決定說 我是直接下載下來 還是你要發 直接就發布到 YouTube Facebook 都可以 所以這也算是比較 就是現在新的那種雲專的應用 給各位 簡單看 因為這個他需要一點點時間 大概是像這種方式 好那現在呢 其實YouTube也可以做這件事情 YouTube也可以線上剪接喔 不過當然他的前提 是要你自己的才行 也就是 沒有版權問題的 你不能拿 剛剛那個真愛搞麻煩有沒有 自己剪一個精華版 不行 你要自己就是 你的 素材或者是別人上傳之後 確定是沒有 版權 這才有問題的 你可以拿去剪 OK 音樂也是一樣 這是YouTube上的 所以 您看在我們的 影片 處理的部分 我們現在回頭來看一下Moveemaker 你看Moveemaker 我們剛剛 有稍微進來一下 事實上他的使用方法 就跟我們剛剛給各位看到的那個 Animator 事實上是一模一樣的 因為你進來的時候呢 你看喔 我可以從這邊瀏覽一下我的照片 OK 好 比如說我在這邊 好 這裡可能有一些 那我先抓進來 OK 因為 說等一下這個螢幕太小 好 稍微縮小一點 OK 好 那你就可以用這樣 有沒有一樣 對不對 那你中間需要產生所謂的轉場效果啦 有沒有 他會 你看這裡 有沒有範本 就一樣的 就說 你用新版本的假設 你不要用名單的 你會超過30秒的 那麼你用他內線這個功能 現在也強很多 已經不再是以前那個兩光的Moveemaker 所以你可以像這 假設玩這個效果 好 拋進去 那就 直接進去了 那沒有音樂 我們找 好 再放 KKBuds 沒有音樂 好吧 我能拍拍照一下 對 以前 有力有這個叫拍拍照 有類似的 對對對 好 但是現在有力已經變外國公司了 叫Korea Korea 那一家公司 所以你像惠真惠影 PortoMpeg都被他們收購了 不過說真的 PortoMpeg 有沒有明天實在是不知道 因為他們家有自己 就影像出於軟體 所以他收購那個 有力事實上他要的是惠真惠影 所以惠真惠影現在一直在推新的 惠真惠影現在有 S5 出來了 英文版 中文版還沒有 好 所以就是類似這樣 因為他也知道啊 像微軟 他會慢慢會多做一些東西 所以必須要 就再多做一些功能 那這樣人家才會 想要用他嗎 不然很多時候 各位你會不會發現 你們很多時候 Windows內建功能都不喜歡用 好 記事本 Wallpad 很少人用他嘛 對不對 你就不得已的時候才會用他 就是沒有什麼軟體 先暫用一下 不然你會選擇其他的 所以未來他也會想要多做一些東西 那 最後呢你看這個編輯 除了編輯以外 你有沒有發現 可以發布到別的地方去 共用 都一樣的概念 因為現在雲端之後 就喜歡 你要怎麼分享 就怎麼分享 好所以這個是 給各位參考一下 你可以像這樣 新增音樂 這些都沒問題 這個 新增照片 這個字幕的部分 你如果參與名單 他就把你就直接貼進來 他就會有一個動畫的效果 會有一個動畫效果進來 好 有沒有 所以我說 你 內建的 偶爾用一下也不錯啦 因為 大家都不用內建的嘛 所以當你用的時候 哎唷你怎麼那麼厲害 事實上沒有 都用內建的功能 所以 有時候我們只是少一個新增感 新增感 因為別人沒用過嘛 人家就覺得說 好像效果不錯 好 那類似像這樣呢 我想 應該這一塊大家就 比較沒問題了對不對 你從怎麼抓 怎麼製作 怎麼轉檔 那才 到最後怎麼輸出 基本的功能有了 我想 除非你要做很專業的 那我剛剛做也不會不專業 只是說 你如果要有比較一些 創新的東西 可能 這些工具也許做不太夠 就不然你可能需要比較專業的 那種軟體來做 好